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的就是我们王子老师的所有的战法 我们所有的战法都要用规律二字 懂得了规律 我们再用异动看盘 用不一样的眼光做一个合格的股市特种兵 特种兵的核心是保存自己 折击出击 要一枪毙命 那么特种兵在股市的核心就是不被套 躲过大跌才能赚钱 充分地运用一柱一线一亮波 结合 尽出有据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量价时空 异动看盘 好 我们这一支票是2018年5月19日 北大中级特训班做辅导的时候的一支票 这支票是一支开板赤心 那我们首先从它开板说起 首先它在这里开板之后 是一根高量柱 是吧 那我们用三千规律解读它 有卖才有买 对吧 买卖均衡 对吧 买卖均衡 你不卖 从哪里买呢 对不对 那么就要分析它是谁买的 那么次日这一个说量 站稳高量 充分地说明这一根高量柱就是我们主力和庄家买入的 好 第二天 回踩我们这个高量死顶不破 收出一根单枪 次日再是一个说量的过高量 做高量 那么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享受一个掌顶板 享受一个掌顶板 那么这一天大家看 用我们学过的九阴真经 跳空音 等它拉拐先出心 出心了再说 你不要想着和主力一起去抢筹码 出来把利润锁定 利润锁定 那么同时 这一根长阴加长腿 长阴加长腿 不破我们的高量柱 那么再次解读 这一个量从何而来 好 我们可以理解为庄家出货 因为我们不知道是谁买的谁卖的 对吧 反正不是我买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次日的走法是 回踩这个高量柱虚底不破 而后出现了一个量价双胜因 对不对 量价又双胜因 我们说九阴真经 九阳真经呢 就是应该量价平阳 我们要跟上 过这个左阴的十顶 四十六块钱 我们可以折击介入 对吧 那我总跟大家分享的原理就是 我们过去了 我还会回来 对吧 我回来的意思是吗 回来我要确认这一个因的十顶 有没有支撑 那么这一个确认的动作很重要 很重要 那么这一天呢 就有同学问我 怎么办 我说 这一支票 在这个地方呢 差不多了 为什么说这个话呢 我说 逐利从这一波拉伸到这个地方 高位 说量 高位开始说量 证明什么 没有人脉 那么逐利会怎么办 逐利也可能会拉高 也可能会拉高 但是距离不会太多了 那么说完了这一天呢 第二天涨了 对不对 那在这一天 依然也涨了 但是到这两天 说了之后呢 只涨了两天 这涨了两天 那么它就出现了一个假阴真阳 一个被动下跌 它这个被动的 被动下跌 但是大家要看 这个量啊 在前期来讲 比这里的量 要缩量三一 对不对 次日再次一个跳空阴 破了我们刚才说的 这一根高量柱的十顶 和这一个是高量的 两个高量柱的十顶 对吧 跳空阴 我们就要出心 那么量学达能 就应该根据量波 折击在这里高抛 量学达能的话 学过量波的 这里都是恐龙波 等一下我会讲那个分时量波 什么叫恐龙 我最喜欢恐龙了 那么在这里呢 是不是再次下跌 缩量三一 为假跌 它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假阳 来过这一根高量 但是以左侧跳空补空的原理 我们这一个压力位在这里 而不是它 所以说跳空补空的原理 它在这里打不过去 会怎么样 再次下跌 收出了一根长阴短柱 长阴短柱 那么这个长阴短柱呢 跌破了我们这一个高量柱的实力 那么我们就要先观望 对吧 庄家开炮我开枪 他不动我不动 好 这是一根长阴短柱 好 那么这一根长阴短柱下来 而我们的桥 我们的水面 是没有破的 我们的高量柱的 二一位也是没有破的 首先在这里要预判它 是不是加跌 因为在这个地方是连续缩量 缩三一缩三一 等于缩二一 等于缩二一 那么第二天 我们大家要记住了 第二天开盘 在这个位置 出现的就是我们的一栋看盘 开盘即开在这根高量柱实力 并且开于这个收盘架之上 就属于异动 这一个异动是站稳的高量实力线开的盘 这一个很重要 这就是我异动看盘的特点 抓异动 抓拐脸 就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量学激进者可以介入 稳进者过二一 过十零都可以介入 这是一个掌停板 是吧 盖了前面的左阴 好 那么我长期跟大家说的 以大阴大阳的上三一或二一位为准则 那么我们这一天 他来一个低开 二一位没有有效跌破 而后一路上攻 收出了一根单枪 这一根单枪不光打 我刚才说了 这一个就不是压力了 真正的压力在这里 和他的二一位 跳空补空的原理 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把他干掉了 那么他下来的目的 他是去打他这一根阴石领 和这一根左侧的阴 左锋 好 我们这个单枪捅过了上三一位 对吧 这个地方告诉大家怎么持股 叫不见九阴不出货 不见九阴不出货 学会了分时量波 可以做高抛低吸的T0 但是没有整个趋势 在向上的时候 是不见九阴精阴不出货 这是拿鼓的 怎么拿鼓 好 我们大家来看 这一天 他的收盘价 是不是站稳了 这一根高阳阴的石领 四十六块钱 这是说量 这是高量 就叫康亮过桥 已经过桥了 对吧 而后再次注意他的二一位 不破二一三一围墙 那么不破再次来了一个掌平板 对吧 不见九阴不出货 那么第二天 大家要看 网上攻 而不能站稳 这一根假阴的石领 五十一块钱的时候 我们就要出货了 就要出货 这个就是来回捉拨的 这里一定是要 以它为标准 或以这个掌平板的石领 为标准的进出 而不是拿 好 我们在这里来看 长阴 短阻 说三一 长腿 踩线 踩的是谁 踩的是我们的四十六五块钱 刚才跟大家说了 高亮石领 不破 围墙 长腿踩线 这是一个左燕镇的动作 那么需要我们的右确认 第二天 再次 五十一块钱不过 而 这一个四十六 回踩 又不破 那么 量说三一 那么说三一 说三一 等于 说二一 那么 这就要注意了 这一个动作 就要注意了 而第二天 来的 又是一个异动 而它回踩 我们的高亮 石领 不破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 就要说明它 是不是 又确认 简称 双阴 洗盘 双阴 洗盘 但是我们的支撑 一定要画清楚 一定要画清楚 我们再次 说量 过高量 站稳了五十一块钱 不见九阴 不出货 不见九阴不出货 那么 我们第二天的走势是 上宫 大家记住了 这两个 等一下我用分时量波 给大家解读 这一个分时量波 出现的是恐龙波 是一个高开上宫 再低走 那么我们从日向上面来看 以它的枪间五三块九毛七 上宫回来 必须走人 石领波 必须走人 这个掌听板的石领 必须走人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来解读 真假辨认 真假辨认 要懂得量的源头 真爹还是假爹 好吧 那我们这一个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说的 那一天 我叫五月二十三号 叫大家 叫跑的那一天 就是特军班 是吧 好 这里 大家看 是一个急跌 而后有一个回升的动作 是一个恐龙 这个恐龙怎么数呢 就是从哪里开始 从哪里数格 一 一 这里算 不算一 好吧 这里算个半格都不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超过了五格 就是恐龙 超过了五格 就是恐龙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恐龙 并学 它是尖角恐龙波 这里就要注意了 恐龙抬头 赶快逃走 天线远离人线 直冲 直拉 冲击波 必须走人 必须走人 这是标准 这是标准 一定不要大意 一定不要大意 好 这个 让我们说了 走完了 就是那天我来买 就是有异动的那一天 对吧 高开 然后 在这里 有一个破人线的动作 大家看看下面的亮柱 亮 是无量 加别 在这里形成那个分石小双底 而后 过 阻峰 这里 是最佳买入点 过阻峰 而后 回踩这个 回踩又不破人线 出现圆角波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 再过阻峰 看有没有 再过阻峰 而我们上方留的 在这个位置留的是 一 二 三 四 大家说 这只股票 会不会封涨停板 对吧 是我们的四肌封板 这是第一天 进去 就跟大家说了 异动看盘那天进去的 用分石亮波来解读 首先 日向为王 分石亮波 只是辅助你 怎么抓的 亮柱选股 亮线选价 亮波选时 你不要搞反了 大家都用亮波 来去操盘的话 那就失去了 亮学的意义 那就失去了亮学的意义 好 我们再来看 他 那天 六月六日 就是刚才所讲 日向那天 为什么要走 首先 这里是一个尖角直拉 冲击涨停 叫冲击波 波形尖角 而后 快速波回答 波形全是尖角波 全是尖角 而后再冲击 对不起 双风不过 必然回落 这是有规律的 这给了你两次机会走人 你不走 那你们下面 从今这一天开始 你就可以去看看文畅股份后面的走势 这就叫恐龙破底 恐龙破底 从哪里来 回到哪里去 上面有多少 下面跌多少 这不是开玩笑的 这不是开玩笑 所以说希望大家呢 既然学习了量学 就要用量学的标准 精准进出 好 那我们下面讲一讲 我们的任何一支个股 我们都要用异动的思维去解读它 只有了结了庄家主力的意图 把我们自己也当为庄家和主力 我们才可以和他共舞 解放你的思想 换一种眼光做股票 主力一动 我们才能行动 就比如警察抓小偷 他还没有得手 你就不能抓 你抓了没证据 你把它不能怎么样的 那我们这个期间就只能跟踪 了解他的一举一动 只要他一得手 把别人口袋里的钱包 拿出来装进自己的口袋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勤拿了 一柱一线一亮波 三者完美结合 好 这一支票 哎 哎 哎 好 这一支票 我想问问大家 这个地方是小被羊可以介入 第二天呢 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拿着 但是到了这个地方 请问出不出 请问出不出 我想啊 现在说出的人呢 都是马后跑 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 说量过高量还是个跳空 我肯定不会出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不要看着什么说什么 你把右边不看 就看主边这一撮 这个地方 你觉得会不会出 我们可以啊 这个主动交流的啊 好吧 可以主动交流 大家问这里出不出 我们不要看右边的走势 我们看这边 因为这里看量柱 是缩量过高量 并且是跳空的 好 既然不出 那么第二天 量盖 量柱 啊 价柱 盖 盖主边 出不出 出不出 好 很多人说会出 但是我说 这是缩量三一 假跌 怎么会出呢 不出 啊 好 第二日 跳空音 再缩量 我不出 为什么 继续缩量 假跌嘛 假跌说啥 假跌我不出 好 一直不出 我就拿着 拿到这里 一看 在这里不破底 又来了 然后呢 小背羊盖主阴 而后在这个位置 又到了我刚才的位置 哎呀 不出对了吧 你看看 又回来了吧 是不是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那再问你一句话 这一个羊 是真羊 还是假羊 好 那我们说了 量学的标准 假羊真鹰 务必当心 好 我不出 为啥 说背 假跌 是不是 量柱说量 说背是假跌 我为什么要出呀 不出 哎 不出 接着 又是假跌嘛 说量嘛 对吧 不出 好 一直 我们就有一位朋友 在这里一直拿着 哎 一拿 哎 精准回踩 对 精准回踩啊 十三块零六 十三块零六 长腿彩线啊 对吧 君主回踩 我加仓啊 对吧 我加仓 哎 他没有量学标准 对吧 好 一加仓 被套 那么 这是一个谷底线 跌破谷底线 他还不出 破线不出 在这里被套了 那么 从这里开始 凶猛打压 破谷底线 下去一倍 啊 在这里下去了一倍 对不对 哎 长阴短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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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没凝界点 长阴短柱 在这个地方 出现了一组平亮柱 出现了一组平亮柱 那么 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个急阴次阳 我们能不能买啊 我们这里出现一个急阴次阳 这个位置能不能买 为什么不能买呢 这急阴次阳 盖左阴 为什么不能买 对了 我们要等确认 第一个往往是假的 第一个往往是假的 那么你看 第二天是不是跌了呀 真假虚实 好 往下跌了 跌了我们不理他 对吧 但是我们要预判这里是真理 要三日不破 一 二 三 这里是不是收出了一个急阴次阳呢 并且这一个量满平过去 是不是 第一量啊 那么说第一量要有什么来确认呢 要有跳空或者小被阳来确认 那么第二天如期出现一个跳空 出现一个假阳 假阴真阳 一个跳空 好 跳空之后 我们说了 元帅是如何生成的 是必须有接力王牌和合力王牌的 那么这一日 这一日 是再次出现跳空 请问这只股票在这个地方能不能解套 我们说了 连一下跌 妈妈抖完米袋 姥姥在抖 抖的只剩最后一颗米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元帅了 两个元帅 后面的架构出来了 有两个元帅了 有一个合力王牌了 请问这只股票在底部的建构走出来没有 好 在这个地方底部啊 凹底的时候 必须有两个王牌 最好是有两个元帅做卧底 再来黄金合力 这只票会不会解套 会不会 我们看下面 好 就刚才说了 后面的 那我们来看看 这里黄金之后 出现的是量数 量数价长 量数是吧 价长标准的合力黄金 出现之后 以他的十顶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小将军 是不是 三日不破嘛 对不对 好 大家来看 在这个位置是不是来踩了我们这个黄金线 踩了黄金线之后出现零号 出现零号 再次踩这个零号 对吧 一二三 一二三 而我们的价位 在涨 量 在缩 我们的元帅又来了一个 从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做了几个王牌 好 在这里再次回踩 不破我们的黄金线 是不是 不破我们的黄金线 收出了一个高量柱的单枪 这一个单枪是把左侧全部解放 左侧全部解放 解放掉了之后 再次上弓 到了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他被套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先出来了 对吧 是不是应该先出来 好 出现不过 我要出货 对不对 我解套了 是不是解套了 那么解套之后 能不能够盈利 那请看 说量三一 再说 说三一说三一 等于说二一 而后再次回踩 这一根高量柱的二一位 精准回踩 精准回踩 而后出现的是我们用量学看盘的 异动看盘 既然开在这里是我的开盘价 那么它为什么会开在我的开盘价之上 我的收盘价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昨日开盘价 这是我的开盘价 这是我的收盘价 它为什么会开在我的开盘价之上 这就体现了 一动看盘 小贝扬过左锋 你说这支票 看懂了会不会盈利 好 下面看下面的走势 那么 在这个位置 小贝扬过了左锋 那么 我这是一个阴元帅 他一跳空一个一字板 阳元帅 阴阳元帅 双阳 双阳合力 双阳 是吧 双阳连动 那么 再次一个掌停板 而且这一个掌停板 是一个高亮柱 请问 高亮看跌 这一个掌停板出不出 我们都 回答不踊跃 回答不踊跃 出 对 然后第二天 是一个跳空音 跳空音 而后 单枪打过去 这又是一个阻力的异动 他为什么还会解放掉上面的筹码呢 那他就是想拿筹码 而后再来一个长腿产线 请问 踩的是不是我们的峰顶线 踩的是不是我们刚才被套的峰顶线 这一条线是顶底互换的一条峰骨线 也是我们的一条复合线 撑压护化 如果到了这个地方能够站得住 那他就非常强势 非常强势 那么现在量价 急阳赤阳 但是在这两日不能够站稳 十五点七市高亮柱十顶 我们是不是应该又要出户 高亮柱十顶是桥面 不能够站稳 我们就应该先出来 对吧 出来之后 先看看再说 你在这个地方坐梯 比如玩这一段 在这个死底没破 可以玩 但是不能过 坚决先出来 为什么 左峰 我们现在的左峰在这里 峰顶线上落狱阻 平顶不过 双阴出 那么在这里完了之后 大家看 他一路下跌 在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亮柱明显的长阴短柱 长阴短柱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 当达到这里时候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这里是阴阳元帅 对吧 阴阳元帅 在这里破了这个峰顶线的时候 他要打结 过峰 保顶的话 打结 那么我们再看 这里是一个长腿踩线传领兵 踩的就是我们的阴阳元帅 对吧 长腿踩线之后怎么确认他呢 那我们必须等他确认 站稳这一根峰顶线 站稳这一个 好 我们的次日出现的是 驾长亮柱 对不对 小背阳 过阻风 大家记住了 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背阳 双阳接力 平亮柱 这是在我们峰顶线上出现的一个一组平亮柱 这是一组不起眼的架柱 那么 在这个地方 13.06 开盘 确认 站稳 谷底精准线 和峰顶线 这是确认了 而后再次上弓 大家记住 在这一段期间之内 不能够战悟15.74 我们是不是应该都出来看一看 好 那我们现在留一个问题给大家 我们下一次打结 主力会打哪里 这里平顶不过双阴初 过风 保底底的话 我们他会打哪里 打结 那我个人认为 我在这里再次确认了这一条 峰谷线 我觉得他就会打结 打这里 那么我们来看 双阴初 出了之后跳空阴凶猛打压 打压 这里急阴吃阳 但是不能盖阻阴再打长阴短柱 这个长阴短柱呢 是没有破我们的13.06这一条线的 然后 也 稍微破了这个 13.28这一点 但是大家记住了 记住了 下面会让你更神奇 好 我们刚才说了 这是13.28 这里是13.06 确认了 这里出现的是长阴短柱 这里 开盘开在13.28 请问 是不是 不是异动 量价时空 异动看盘 开盘开在他之上 那麽 那麽 基因吃阳 量说百滴 我们说百滴 我们说百滴 要用什么来确认 要用小备阳和 零号来确认 第二天 如期出现小备阳 那在这一天的时候 我们这里就要提高 一万个注意 一万个注意 为什么 小备阳 确认了百滴 在这个位置 出现了 因缘帅 这两天只要后面不破 就是因缘帅 因缘帅 好 那我们这里一跳空 就出现了我们的买点 跳空不补 零号再次确认 零号再次确认 所以这一支票 是我们量学达人的 必须做的票 这一个掌停板 我们是微增量 小备阳过左风 扣决 掌停即先锋 我们掌停即先锋 那么 在这个位置 以最近的左风的十顶和虚顶划线 那我们看一下他明天开盘的态度 他一开盘是个跳空过左风 跳空过左风 并且回踩是我们的这个左风最近的虚顶 他连十顶都不来 来了虚顶 不见九阴不出货 再次掌停板 再次掌停板 对吧 对 那么第二日 亮缩架板 亮缩架板 当达到这里的时候 亮缩架板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了 因为高位数量 我们先要防范一点 防范一点 那么 这个板是肯定不会出的 下板亮缩肯定不会出货 那我们这一天是这样开盘的 我们要用主力的思维去 我们用主力的思维来 想他怎么会拉高派筹码 怎么会出货 我们就跟着庄家一起出 好 开盘开在这里之后 往下打 往下打 大家看看 打到十七块零四 是不是 我们的零号不补 收上去 形成了一根高亮 我们在这里呢 分式量波解读 这里是由底 而后上了一线 上了一线 看到没有 这里上了一线 出现圆角 恐龙直拉 这里属于恐龙 但是呢 他回踩临走的不破 再过左风 这个票呢 还可以看一下 但是呢 他到这里的时候呢 再次一个恐龙 这就是恐龙了 尾盘的 并且是尾盘的 有点不靠谱 有点不靠谱 但这个位置呢 快速的 波 刺风 不过左风呢 在这里呢 就要选择出货 就要选择出货 那我们就选择呢 这几天 这里说完了出货的量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怎么能够介入的量波 好吧 怎么介入的量波 好 你看 我们这里呢 是一个恐龙 这是一个恐龙 大家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几必然回踩 但是这个回踩恐龙 我们说了 他的轮线在上敲 他的轮线在跟 那么 我们就要看他抓不抓得住轮线 这叫龙行虎步 抓轮线 那我们下面看 分死五量 这就叫龙行虎步 抓不住轮线 就完办 抓不住轮线就完办 你看 在这里抓住了轮线 嘣 封了掌停板 并学 封死掌停板 对不对 那我们量学达轮 在这一次抓不住的话 在这个回踩轮线 一二 我们就要打拐 我们的量波 在这里打拐 打拐 就可以打拐了 这就想 我们就上车了 第一个掌停板 我们就上车了 那我们来看 第二个掌停板 是直封掌停 而后打开掌停 这叫什么 三大五分钟之内封了板 这叫天龙 天龙吸水 我给天龙吸水的标准 就是三大五分钟必须封板 如果不封板 它就叫炸板 而不是天龙 所以说我们可以放心 我们可以放心 此骨 第二个掌停板 又封死了 第二个 好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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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低买高卖才能赚钱 看懂亮柱的源头 你就轻松赚钱 首先这是一个除权之后的一个大跌 出了一根高亮 这满平过去 它就是高亮柱 那高亮柱之后 应该还跌 那它次日开在我们的二一位 出现了一根亮缩架板过阻音 好 这个我们用亮学 我们用掌停板复盘 可以把这个掌停板找出来了 复盘可以找出来了 画好三线工房 这支票也可以买 也可以请拿的 好 这个掌停板呢 我们拿不出没看见 那么第二个 大家看开盘 依然开在二一位 而后回踩不破其真底 出现的是 微增量过左风 那么大家看 我们的买点 可以在回升到这个二一位的时候 也可以在这个三十五块八毛九的鹰的石顶设防 对吧 收出了一根微增量的当枪 不见九鹰不出货 好 第二 它是一个第一开 但是我们一定要看懂了 你怕不怕 看懂了为什么 这是我量的源头的石顶 三十五块八毛九 它开在它之上 我怕什么 放心持有 我还可以加仓 我还可以加仓 好 在这里过去之后 我一加仓 站稳 这个高量度 还可以加仓 诶 驾板亮说 对不对 不见九鹰不出货 不见九鹰不出货 第二日来了一个T字板 驾板亮说 对不对 在这一天呢 好 驾板亮说之后 这一天 第一开 跳空不补 是不是跳空不补啊 一个单枪打左锋 一个单枪打左锋 背量都不补 威震量 威震量 对吧 这是量柱 好 这一天 有量学达人呢 可以高抛 来等异动 或者是 在它跳空不补的时候 可以低息 这是从日向上面来讲 好 一讲第二天 一个跳空 这就说明了 这一天 主力拿筹码 拿了筹码 它跳空 一个高开 一个涨停板 驾板亮说 驾板亮说 但是我们大家 在做股票的时候 一定要懂得 四板不追 一二三四 这有四板啊 并且是面临左锋 四围看盘 不要看着架板亮说 在这里 次日来复盘 我要追 那个空间呢 就到这里 它除拳除到这里 对不对 除拳除到这里 好 它来填拳 它来填拳 好 第二日 开在二一位 而后上公不过 用恐龙波打到我们的左锋 五十二块钱精准不差 一分钱不差 出货 出货 因为它是恐龙 因为它是恐龙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分尸量波 好不好 好 来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回踩 价缩量板 开盘价 而后出现了一个涨停板 炸板了 是吧 炸板了 就是那一天 我们说的 炸板了 那么这一天呢 第二天呢 这个跳空高开的 跳空高开 然后不过 低点不低 高点上移 大家看 是吧 用这个建筑过去 是不是高点上移 不破大英十岭的 三十五块八毛九五 我们应该介入 大家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是无量了 无量假跌 那么上人线 跟随人线不破 过左锋 而后回踩左锋不破 回踩左锋不破 过左锋 分时也有左锋的 回踩不破 锋了掌停板 这就是那天亮的源头 那一天 好 我怎么还要多了一张 好 那么 我们来看看 就是这个高亮单枪 这一天 它是一个快速的恐龙 快速的恐龙 你要看看 是日向 日向刚才说了 是它的 跳空不补的地方 日向 一定要看清楚 然后 鼓风不破 抬高 但是 这是恐龙抬头 从它起的位置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开始 就是要恐龙了 七 八 九 十 十一 这就标标准准的恐龙 恐龙抬头 有骨快跑 天线远离人线 这是人线 天线远离人线 高抛掉你低息的仓位 你看 是不是 回来了 但是回来的这个地方 我们结合日向 因为它在下面的跳空不补 在这个地方 横了一波 然后上去 哎 这又出现了一个 双峰不过 三峰不过 一个压一波 然后再回踩 而尾盘呢 没有跌破这个位置 那么 是情况呢 你可以低息部分仓位 但稳健者 不要 稳健者不要啊 好 我们来一看 这一个 前任收单枪的位置 这个位置啊 是前任收单枪的位置 这里呢 我们零号异动 是跳空的 再次移动 对吧 它是再次移动的 是跳空的 刚才说了 跳空于那个高量 单枪之上 零号的啊 但是呢 这个位置呢 看大家没有 波形尖角 不圆滑 人线远离 人线远离 我们要高抛 有高抛 那么高抛之后 大家看 跌破人线 跌破人线 这个地方 刚好是我们的 这一个鼓峰的位置 低点不低 高点上移 再次确认这个 对吧 那我们在这里 高抛掉 在这里做一个 替领 有个替领的动作 这里上人线 再上 这里是分十五量 好 当在这里 上了人线 在这里再上去 我们这里是不是真底太高了 在这里确认了 上人线 我们可以 再次低息 再次低息 你看 人线不破 封了掌听板 封了掌听板 这个一定要 结合日向 44.82 从哪里来的 一定要结合日向 日向 是基础 亮度是根 亮度是根 不要 用分式亮波来操盘 分式亮波 只是辅助我们 当日如何 当日如何 好 好 那我们下面讲 另外一支 亮相的异化 就是朝着 相反的方向转化 如压力变支撑 或支撑变压力 顶底互换 撑压互换 拱手冲防 拱工 拱手 拱手 拱工 拱冲 拱防 拱防 拱冲 三级飞跃 假音增扬 千流待掌 我们这一支票呢 首先我们拿到之后 我们要分析它的前世今生 真跌还是假跌 在这一个区间 连音下跌 无灵界点 还是抖米代战术 抖米代 连音下跌 无灵界点 那么 在这一个 最后在这里是一个 背量音 背量音 是最后阻力 建仓的行为 但是 它建完仓 会不会拉呢 不会 我们要看看 它怎么走 你看 次日再次下跌 说三一 跳空 急音次阳 但是 不能站稳二一位 假反弹 好 再次跳空音 收上去 好 在这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了 平量度 我们的平量度 要看清楚了 平量度 这里再次出现一个阴丹枪 打过二一位 这个动作 一定要看清楚了 他的目力 要上攻了 好 打完之后 不能站稳 再下来 回踩 我们的真理 不破 我们的真理不破 看见没 第二天 一个跳空 这一个真理 大家看 是不是说亮的 这个 这个 是不是说亮的 踩真理的时候 是不是说亮 说完亮 一个跳空 小背扬 确认 一确认 我们在后面 又是一组 平量度 又是一组 平量度 好 再次 零号确认 那我们底部 形成了 英元帅 合力黄金 杨元帅 那问这一支票 和我刚才 跟大家讲的 是不是 凹底要形成 双王牌之声 我们的后面 会凶猛地飙升 这个大家一定记住了 一定记住了 在我们下方 没有做出这几个 很扎实的根基之前 不要轻易地 去介入股票 它左边临界点少 右边也会让你的 临界点很少 它不让你买 它在这里 它就不会有 让你买的买点 好 那我们大家看 一个元帅 合力黄金 两个元帅 对吧 在这里呢 元帅 又出现了 一个跳空 掌平板 再跳空 对吧 然后 一个单枪 打到死底营 打不过去 而回来 好 我们要来判断的是 它如何来打结 好 我们刚才说了 因为 这一个背量单枪 是不是打左锋失败 失败之后 必然回来 必然回来 在这一中间 这一段 没有意思 因为它只有站稳 这个左锋 才OK的 我们说过左锋 我跟大家说过多次 过左锋 要用背扬 或者是零号 掌平板过锋 就很强势 那我们先看看 它如何打结 我们在这里 是不是有两 是不是元帅了 黄金线 长腿彩线 及缩量 缩量之后 一个跳空 那我们就可以预判它是 远帅合力 元帅 前子基因加后子基因 形成一组合力 好 我们的后三要形成 元帅之后 一定要用王牌 王牌的标准 线上是黄金 线下是将军 很简单 都是王牌 第二 一彩 出现了一个跳空 出现一个跳空 那么 在这个地方 接着再跳 两个元帅 加黄金 加将军 对吧 这应该算黄金了 因为它后三日 价格在它上面 这个元帅 你们说它在这个地方 做了够不够啊 这个基度 做得扎不扎实了 跟我们这里一合力 在这个地方 够了吧 钢筋水泥 铺满了 钢筋水泥已经铺满了 那么我们来看 在这个地方 面临过风了 一个跳空 倍量过左风 倍量过左风 涨停急先锋 对吧 这就是开始加油了 开始加油了 第二日 大家可以看得见的 又是一个涨停板 不见九阴不出货 那我们四围看盘 在这个左风 是不是也是一个缺口 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高亮阴 是不是有压力了 那我们精准触及 这个三十六块六毛一 我们是不是要走人呢 它又是一个恐龙波 日向上面 是高亮 从这里来算起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一连阳 我们说量学里面 将七连阳为极阳 为极阳 第八个 享受第八个 我们可以走了 高亮 看跌 对吧 好 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刚才说的 这个地方 是就这个地方 而后回来 是在这个高亮 再次回踩不破 单枪不能站稳这个实力 它再次回落 好 我们刚才说了 前面打结 打的是底 凹底的元帅 后面这里是 合力元帅的位置 大家记住了 我们来打结 打结 确认上去 但是呢 没有站稳 这一个掌平板 这一条线 而后回来 再次打结 看见没有 又确认打结 再攻 这里确认 这里攻过去了 你们看一下 这里的量 是什么量过去的 这里是这个量 我们这里是用 康量过去的 阻力已经高度空盘 而后回来 双阴洗盘 大家看 说三一 说三一 等于说二一 出现一个 双阴洗盘的 回马枪掌平板 掌平板之后 大家看看 是不是回踩 我们刚才过不去的 这个掌平板 实力 又是双阴洗盘 双阴洗盘之后 你看 缩背 一个跳空 再上攻 这个 左锋实力 左锋实力 对吧 然后再 说两 三一 说两 三一 在这个位置 一个跳空 他想干嘛呢 他想过左锋 他是不是用 零号和掌平板的方式 每次过锋 这就是阻力的习惯 和规律 好 那我们在这里 两个掌平板之后 在这个地方 大家又要注意了 冰山 仿式 冰山仿式 那么 又是一个恐龙波 我特别喜欢恐龙波 一到恐龙波 我就可以跑 对吧 又是恐龙波 等一下解读 那我们要刚才记住了 我再问大家 打了一截又一截 下次打哪里 下次打哪个地方 这个不用看了 我把线都画给你们去了 这是阴元帅 掌平板基因 打劫嘛 肯定就打阴元帅了 对吧 那这里有个阴元帅 对吧 两个阴元帅 他来打劫嘛 长阴短柱 不破 说背量 确认 三日回踩不破 吉因赤阳 双阳接力 双阳接力 对不对 双阳一接力 出现了一个跳空 这个假阴真阳 假阴真阳 在这个位置 又是一个背量 那用假阴真阳的战法 使次日上涨为强 今天呢 有股可以高抛 但是大家要记住 他在这里跳空了 我们看他跳空补不补 如果不补呢 可能就是假阴真阳 牵牛带掌 所以说 次日大家看 踩须底不破 跳空不补 假阴真阳 跳空不补 无限风光 再显风 好 一 掌听板 过左风 掌听板准备过左风 不见九阴不出货 次日是一个彩领 盘中回彩 不破旗 三阳三阴位 不破二阴 持股待掌 再次微正量过左风 我们这里的量 大家来看 这是高量 这是康量 这是康量 大家看看 是不是阻力空盘 不见九阴不出货 不见九阴不出货 来 大家看看 但是 我刚才前面给大家讲了 我们的量学讲究 极阴 极阳 那么 从这一波再来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那么 我们 要享受七年阳 有股 建议大家 可以出了 有股建议大家可以出了 因为 这是个量 在这一阶段 又是一根高量 并且出现六年阳 那我们测幅 那我们测幅在这个位置 也达标了 也达标了 如果我现在跟大家说的一句话是 一支上涨趋势的个股 你玩的这个时候 你看懂了黄金线 看懂了一柱一线 那么这一支股 这一支股做完 比你每天抓掌停都还要强 每天抓掌停板 那是不行的 我们不能做一夜夫妻百日 一夜夫妻 就忘恩的这个人 上身途中 一定要记住黄金线打结 打结就是你的买点 看好重要的亮柱 能够起到关键性作用的 扭转乾坤的亮柱和亮线 我们来看一下 陆畅科技 这里同样是直拉七击 恐龙抬头赶快逃走 这是我跟你们说的卖点 我喜欢恐龙的 只是卖点 看看恐龙抬头赶快逃走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同样 这里恐龙抬头赶快逃走 这里高点不高 右风不过左风 我们有骨就要再跑 有骨就要再跑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介入的 大家看看 这里回来 一二三 是不是不破 好 一不破 这里呢 就形成了一个直拉的恐龙 这个恐龙呢 就造就了一个分时的单枪 日向上面 必定它也是单枪 不是所有的恐龙 和这样的形态走出来 你第二天就不看了 这是一根单枪 单枪小霸王的走势 恐龙也不待于你第二天不看了 恐龙是上面去试的 而后它的日向上面必然是一个单枪 那么这个单枪在日向上面 你第二天第三天是必须看的 这是一个助长基因 只是当天我们不可以介入 那么我在这里看懂了 可以介入 你看 阳柱 阳柱 而我们的卖盘是缩量的 而我们后面缩量之后是无量制造假象 而它在扎尔天收出了一根假阴真阳 所以持古代掌 它是尾盘故意跌破 它是一个假阴真阳 这个一定要记住了 只要这个恐龙波没所理去 在这种位置去追 而是要看它的分时和日向上面对比 它必然是一根必量单枪 这一个是特别的重点 恐龙不见得是不看的 为什么我们的亮波上面有 七龙里面就有恐龙呢 对吧 前脚这个亮波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不是说出现恐龙就不看了 恐龙它是来自于日向 一定要结合日向 我再说三次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把这个特训 分享的特训课程呢 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谢谢尊敬的王子老师 也谢谢北大的班委会 谢谢各位师兄师姐 感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大家